好的,我是文慧,然后来自马来西亚 然后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 上市的这个精华这个粉底液 那这款精华的粉底液呢 它的这个质底啊 有用上的朋友 开始用上的朋友 你们打个E 那没有用上的话 现在呢近距离给你们看看这个质底啊 它本身是结合精华液 这边精华液 所以满满的精华液呢 兼顾到就是如果你要紧实的 如果你要紧实的呢 它做得到 如果你要做保湿呢 它也做得到 所以这一个呢 这个新款上市的这个精华粉底液 赶紧用起来 那主要呢 也是要谈到这个精华液 就好像如同我背后的这一边嘛 它分为如何选择一款 合适你的这个精华粉底液 今天就是我这边要跟大家聊到的 那这个我们这雅汁的 属于又能保养又能成为粉底液的这一款呢 还有四个色系可以选择 那四个色系呢 从我这里啊 你们看到这个最浅白的 对 然后这边啊 比较我们叫做浅的 中的 赫的 跟深色的这一边 四个 所以呢 在你们那个上网登录那时做选择 它有分为很简单的 一二三四 来分为那个肤色的这个等级 就是深浅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它就以二 打个比方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准备好了的 好 那我这里呢 这是属于第一的 如果你属于白 看得清楚 白细的肌肤 那是为一 那如果你的肌肤属于棕色的 像我 比如说我这个晒了太阳过后 皮肤会容易 这个变成 有机会变成健康的肤色 那就是为二 然后接下来那个数字呢 后面数字呢 也是 现在跟大家 除了选择这个 你肤色等级的 一二三四 浅色 中色 褐色跟深色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个要选择的粉底呢 要注意就是 合适自己的粉底呢 有分为冷色调 或者暖色调 那冷色调呢 我们也有好这个选择 到底我的肌肤是谁冷色调 还是暖色调呢 它也有一个参考 然后呢 第一个呢 要注意的就是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我们手这里 手的这边内侧 那大家可以举一举手 现在来看 然后 如果说 你看到你的这个静脉 这边 是比较是代表 绿色的 绿色的比较清楚 那就是 我们容易记得 A 就是属于 那个 暖色调 那如果你是 在属于 这个紫色的 或者我们常说的蓝色 然后呢 这个静脉的这里 然后就是会属于B的 冷色调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的情况呢 就是 哎呀 用白色的灯光 就在白天 然后讲说 我好像又看不出 我到底是蓝色 或者是紫色的静脉 这个血管嘛 很好 那就可能是属于 叫做棕色调的 你的棕是综合的棕吗 还是 对 就是属于棕色 棕色调的 然后 第二个的那个参考 刚才是第一个嘛 就看你的 因为 因为最后的结果就是 如果你会偏向比较 暖的 那你就选择暖色 所谓暖色调的这个粉底 那第二个呢 可以做参考的呢 就是 如果 你家有这个属于 银的首饰 或者银的首链 项链 银色 对 银的 你戴了银了 然后人家戴出去 讲说 哎 这个很 觉得 制造镜子嘛 然后觉得 哎 很称我的肤色 然后呢 你就属于 这个B的 冷色系 那相对的 如果你戴 这个金的 金的 这个首饰也好 装饰品也好 项链也好 或者那个 你的这个耳环 是属于金色的系列 然后呢 他会提亮你整个的这个肤色 你看得出 尤其是你侧脸嘛 这样侧脸照镜子的话 或者 找一个人帮你看的话 金还是银比较 这个在你肤色上啊 这个在你肤色上啊 更加的显色啊 如果你是刚好是金色的 那就代表A的暖色系 那如果 比如说金的又很 看起来又很 很适合我 银的又很适合我 那你是属于中色基调的 所以是非常幸运 如果是两种都适合你的话呢 就表示说 你是很容易可以做很多的配搭 尤其是中色基调的 所以在来到 说对了 那来到这服装的 这个也可以参考 如果属于比较冷的 或者很纯白的 很纯白的 你套上去过后 然后你检查下就讲 他会提升你整个的气色 不会暗沉的 不会感觉无精打采的 然后让你的 就看起来不会让你肌肤有瑕疵的 那个纯白色呢 也会代表就是 你是属于B的冷色系 那还有一种白 也许大家都不陌生 叫做米白色 米白色跟纯白色 可以想象嘛 它们同样是白 可是它的白的程度啊 一个是属于冷的 一个是属于暖的 那刚才聊到的米白色 如果穿上米白色的呢 大家你穿的时候 你今天穿的 你今天穿的这个 就觉得 你今天气色很好啊 那种 有人就肯定的话 那你就是属于暖色系的 所以这个也是在服装上 如果你穿了 这个 冷色系跟暖色系 大家都是可以 都认可你穿的这服饰 不会觉得就讲说 你整个人暗沉下来的话呢 那你是属于中调的 所以中调的 其实它也蛮广 当然 我们会说 不会绝对的冷色系 也会比较偏 偏冷色调的 或者偏 这个暖色调的 所以呢 在粉底这边 我也预先把大家 这边 怎么说呢 这个 我已经把它挤好了 方便大家参考 那在我这里 刚才提到的 这边 有第一个系列的 给白皙皮肤的嘛 那我就抽出二的 第二的 二的这个 第二 属于第二级别的 等级的这个肤色了 然后这边呢 这个 在我这里的这个呢 是属于冷色系的 冷色系的 看得清楚吗 然后在我这里呢 是属于暖色系的 你们看到有差别吗 是 那冷色系的这边 你会看到 它跟暖色系 明显就是 黄色的成分 比较不一样 对不对 就把它间隔了 这边呢 如果有细看的呢 它会比较 会带有一些 比较有 感觉 我编的这一个 二零二 这一个是比较 深色一点 对吗 很像比较 暗淡一点 我感觉上 对 它就是属于 冷色系的 因为它有 比较有那种 粉的 颜色在里面 冷色系的皮肤 然后属于 这个 暖色系的肌肤呢 它就比较有 橘或者黄 在里面 是 那如果 很难 就是讲说 我觉得我是基底教的 中调的 这个我其实还没有涂开 这个呢 就是也是属于第二 在我们的那个 粉底系列 属于第二的 也就讲说 当你选不出 它是偏冷 我不知道我是偏冷 还是偏暖的话呢 这个就是中调的系列 哦 OK 看这个有差别吗 对对对 有很大的差别 感觉上中间那个 它就比较浅 它的那个 黄 对 不像 左边跟右边 那个那么的 那个 那个黄的 那个成分 没有这么多 是 然后 刚好就是 刚好就是 我自己呢 跟Jason老师呢 我们都是属于 中 中 这个 中 中间 这个调色 色调的这个 嗯 中的 色调的呢 就取决于 当你抹上去 你的那个 这个 这款粉底啊 你会看到就是 它是 因为你掌握不了 冷或者暖 然后呢 这个就是最保险的 一个颜色 你可以开始 哦 所以它又分为 一 给白皙皮肤的 就这边 然后二 给棕色 然后褐色 跟绅色的肌肤 然后接着呢 你可以从中间的 这个 中色调的肌肤 呃 或者冷色调的呢 可以另外一个参考 就是 如果你穿 比较偏粉红的 很粉红的 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的参考 你可能落在 属于 这个 冷色系的肌肤 冷色系的 所以 冷色系的肌肤 这边 我在 因为 我特别 把挤多一点 这冷色系的 其实 这因为 我是挤在白皙嘛 那我用我的这边呢 把这个冷色调 我刚才告诉大家 我是属于 中色调的 对不对 然后 现在 我放 放在我手这边 是属于冷色调的 冷色调的 是不是看得出 好像 好像不是我的肤色 很明显嘛 对吧 所以我不是冷色调的 然后呢 我再用另外一个手指 把那个 暖色的 涂上来 给大家看一看 比较贴近你的颜色 这个 对 所以就很明显 在我 这边的肌肤 如果 就是因为 有接触太阳 跟我的脸 其实很合适 很推荐 就是 刚才这个 挤出来的 这一款 其实它是属于 冷色系来的 冷色系的 所以在我手 为什么是这么明显 对 冷色系的 就冷色系的 看到吗 可是这个暖色系 会比较 适合是我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我最后一个 为止 就是中色调的 中色调 我涂在这里好吗 你会看到 是不是 这个是我的肤色 对啊 我觉得 最后一个 所以 希望 我今天的 这边 短短的分享啊 让你轻松掌握 不管你在 这个 网页上看到 或者你有那个产品 目录啊 所以 首先选择 一般 我觉得 我们 属于 亚洲的肤色嘛 会落在 一跟二的选项 最多 接下来呢 你就 就需要 关注是 属于 冷色调 还是暖色调 还是中色调 这边完全看不到 对不对 对对 对对 对不对 都说我们 查粉底液 最好就是 可以查到 别人不觉得 你是在化妆 对 刚好 非常成功了 对 又可以 提亮你的气色 然后又可以 达到 遮瑕 那这款新的 粉底液呢 它本身就是 上次 它这边强调 就是它可以 做十个小时的 这个持妆 然后再来 它还兼顾到 我们防晒的 35PA++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 你选择了 你这种粉底液呢 你用了过后呢 有一种叫做 符合 你可以达到 裸妆的效果 完全看不到 所以 希望我这边 简单的 这个分享 让你可以知道 你是冷色系 还是暖色系 然后中色系这边 开始来 用起来 这个精华的粉底液 谢谢你们的聆听 谢谢 谢谢文慧老师